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晶片叶 被动元件 塑化 海运 货币 比特币 以上我所念的五大产业别 观众朋友今年这些的题材 夯得不得了 可是到了2021的明年第一季 因为今年已经结束了 这五大产业别 明年还会题材继续烧吗 不对 不竟然 不是人人都有份的 哪些题材会烧到明年的第一季 而且妙的是 罕见岁末年终 竟然新台币还出现了爆量走生 请问这什么意思 又预告这2021 台股会是怎么样的面貌呢 您关心也一提 头马上帮您追 不说不知道 您听过探权交易吗 探权交易的报价 今年的涨幅 竟然赢过了黄金的涨幅 什么叫探权交易 赢过黄金的涨幅的探权交易 它又代表什么的意涵 告诉您 这意味着明年走出一个探权交易的大趋势跟商机呢 知道了我们国内银行 明年的国营会不会最大的风险 最大的变数将会落在美国 因为败笔就在 曝险不畏 什么意思 为什么国营明年的最担心会在美国呢 而国内的银行金融股明年的操作 又该把握哪四大原则 协计第二个大赌家 今天就放在这儿了 不说我不晓得电玩产业好厉害呀 就在今年哦 今年已经结束了嘛 我们哈喷喷喷往前看 才发现到电玩产业哦 总产值竟然赢过了运动加电影 为什么电玩产值如此之高 那么明年呢 明年电玩业又带来怎么样的期待跟商机 软硬体台湾都有哦 听看看压轴展望明年的 投资机会 说到了探权交易 交给厉害的建成 建成你好 晚安 大家好 大王 台股的部分漂亮 大阪季天 今年结束了 说在14732再创历史新高哦 展望2021会不会因为MACD 就在今天翻证了 所以我们期待很高呢 往快国大哥 你好 日安 晚安 大家晚安 为什么国营明年最大的变数会在美国呢 挺好吃到 挺好你好 晚安 日安好 哥们朋友大家好 电文产业为什么突然间的吹起来了 2021将会更好吗 世新帮您掌握 谢谢您好 日安晚安 各位观众晚安 漂亮 真是漂亮啊 大盘 大盘今天涨了44点 提醒您 盘中的高点14760 收盘14732 两个数字全部都是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我们看今天百分百 基传大哥怎么说 今天大哥说 只要台积电能够评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今天收在530 再建历史新高 台股就有办法挺进石高位阶 又被杰杰专家给讲中了 而且我更在乎的是在这 您看这个moment 就在今天 创始高的今天 MACD指标有复翻证了 所以2021台股继续这个样子吗 我这个推论那是因为 请看标题 也看现行 这个礼拜总共大涨了 大涨401点 周K 你看这么多根 这个月 12月份 总共大涨了109点 今年2020 总共狂涨了2735点 你看这么漂亮的成绩单 所以2021台湾 台股更美好吗 贵买 贵买今天呢 我为什么刚忙呢 是因为贵买今天 就算盘中有件高点 您有没有看到 贵买 黑黑 烧黑的 难道没夹杂一点点担心吗 也许你会吐槽我说 担心什么呀 外资还正在买方呢 没有错 外资现货是买的 但是真的很如意吗 来 奇过进口数空单 又来了大增 一坏二坏 选择权 选择权在2020的最后一天 全翻空了 你看 总口数 单日变化 金额变化 翻空了 您说2021 真的是万里无云 然后顺心的不得了吗 请您要盯着听 今天口口大哥讲 下个礼拜一就是2021的行情了 很多休市 来看一下标题 今天韩国 德国 日本 新年假期或有各自的假期 都放假休市一天的 英国股市 法国股市 还有包括港股提早收盘 其他的就算入股 今天是收红的大长 但坏消息提醒您 美国制裁扩大 再加上英国负值指数 罗素指数 计划剔除掉更多的入器 台股今天的红 红的真美好啊 因为12月份 台湾制造业才构建指数PM 攀高到爬到61.3 50以上成长扩张哦 因为其中一个内涵 content里面 是新增订单 平创 历史新高 可开心了 希望2021的台湾经济更美好 不过讲到了2020的今年 今天已经画下句点了 所以跨到明天 就是20211月1号来 我告诉你 大家最想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了 你看哦 所有的题材 2020发酵的利多题材 到底哪些的题材 会烧到明年的第一季呢 比如说第一个 LDDI是大型显示面板驱动晶片 明年更缺货 200螺CC被动元件 涨到农利年 台塑化第四季 狂赚超过了百亿元以上 PVC聚率已息 强料潮至今延续 但是欧洲线货柜运价 涨幅收敛了 比特币 妙的啦 标迫史高 一个比特币要2.9万美元以上来换 好夸张啊 还有金融业前11个月 大占了6400亿 来看仔细了 这里面多少题材 晶片业被动元件 塑化 海运 货柜 建成请上来 比特币 金融 总共5到6大题材 您真的觉得 6大题材 明年继续烧吗 哪有可能 不可能人人都有份堆吧 没错 有些会继续烧 有些呢 或许要是火没有那么旺了 不能说完全不烧啦 可能旺度开始降低了 因为今年烧得太旺了 没错 我想看一下 我想这个续望 我想看到第一季 就是大十分的驱动 还是LDDI 因为八顺晶圆的产能排挤 还是存在 所以整个供给年增 只有1.8% 就是这一块产品 大十分的驱动 供给量只有增加1.8% 但是因为很多电视越做越大 大家往大十分高解析度去跑 所以需求 整个电视需求 增加2.5% 工需之间就差距了 所以明年将会是大电视的天下 我在念一遍 LDDI 它叫做大型显示器 就大型显示面板驱动晶片 我们快速来一个白板 我画一下 你就会知道了 你家的电视 现在不是正在看吗 所以这是你家的电视 我把它画侧面的 然后你这个人在这边看 但提醒您 电视的后面 有很多它的相关的设备 这些的设备 如果没有驱动的东西 没有驱动的晶片 请问这个电视 怎么眼前线百分百给你看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一颗的驱动晶片 后面的装置必须驱动 让这个面板这边可以发光 可以显示所有的荧幕等等 对 没错吧 没错 回到刚刚那一页 你就明白什么叫LDDI 对 我想的是第一个 这个可以续航的一个产业 第二个来看的话 就是被动元件里面的MLCC 这个基层陶瓷电容 我想这个东西 因为车用电子大幅度的增加 需求量比以前一般的传统车子 需求量还要多 还有一个5G的手机 用量也变多了 所以车试回温 5G的手机 启动一个换机槽 今年 尤其明年爆发性更大 另外NB平板伺服器 这游戏机原本就销售很热 原本就已经很多了 再加上新的 所以会涨价 所以原来的需求 后来的demand 让这个被动元件更热了 对 更热 而且每一个产品 跟您报告 被动元件的颗粒要好几颗 对 像5G手机 它MLCC用量大概1000颗 一支要1000颗 以前4G大概700颗 就跳了多了300颗 一支手机 对 一支手机 我不是讲全部的手机 一支手机 另外一个PVC里面 也有可能继续望下去 因为第一个 北美的塑化厂还是在停工 为什么他们停工 因为这些有飓风影响 恢复的程度没那么强 这个还是影响到 另外一个呢 这个印度孟佳这些担忧缺料 又在抢购 尤其印度在抢购 因为PVC是基础建设很多东西必备的一个塑化原物料 所以你看 供应地减了 现在呢 迪妹又拉得这么高 难怪涨价趋势PVC 具律已稀 那这个有办法去旺 这个没有办法的呢 应该说我们要打三角星 没有全部 它会慢慢降温 它要降温 第一个货贵人的部分 我们看到欧洲线还是涨喔 它没有不涨喔 涨幅缩小 重点是涨幅缩小 跟您报告 如果一个产业呢 未来会旺得不得了 涨幅是会放大的 而不是缩小 告诉您 如果您每天都锁定前线百分百 光这一点 贯州早就讲过了 提早在半个多月前 您就掌握到这个讯息了 所以货贵轮 货运 还要继续再追上吗 您看这个 对 风险性一定会越来越大 所以操作可能就要小心 要盯着报价看 那美国线呢 也放弃了调涨基本运价 因为缺工缺贵的部分呢 虽然是现代原因 但是后面会不会解决 我们要观察下去 第二个呢 比特币要疯狂 两万九 我想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各国央行的印钞票 钱太多去造成的助长 炒作上去了 对啦 我就是要问这个 所以以您的演判 今年2020的比特币 确实有炒作的内涵在里面 对 当然 很多虚拟货币都涨翻天了 我这样好不好 因为它已经标破了两万九了 待会儿有机会 让我们抓个线图 也就是两万九的比特币 我如果以一一来看 你看多恐怖 很恐怖啊 这个是史高耶 它现在还在标 但是随时都在动的哦 如果呢 这个是比特币的全部 到底里面多少的成分 是炒作 帮我抓个百分比 大概这个 这一块全部都炒作 我就知道 如果这一块 应该是八十五到九十 大概九成是 大概就是炒作啦 投机啦 我跟你讲 我的看法跟你一模一样 基本面只有这些哦 全部都炒作 你以为明年炒下去吗 不知道啦 好来 继续来 再来 我想这个助长嘛 要小心你涨太多 政府会不会加强监管 很多政府可能就加强监督 这就是变数了 我央行在管的实体货币 你不爱 你去买那个央行 没得管的虚拟货币 它当然火大了 对 它一定会 之后一定会管理 第三个呢 金融 其实金融 金融业 包括证券业都赚很多 我们看我们台湾也赚了 银行业赚很多 但是我们要留意 假设疫情的关系 全球复苏延缓 会影响到企业的获利 你看像我们国内 也有本土的英国变种 这个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如果说很多政府 看疫情假设也好一些了 如果很早设回财政政策的话 其实对金融业 对企业不好 还有低利差 短期间很难改变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金融业 虽然获利很好 明年可能状况 就没有一定那么好了 好 因为今晚 大家就要去跨年了 讲到这个 在家跨年就好 第一个太冷了 第二个 如果年轻的小朋友 如果你们要出外去跨年 一 保暖 二 口罩务必戴好 三 不要被传染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么多的题材 好 会续航的 不会续航的 第二页来抓一下标的扫描 好 我想包括了 这个大指数驱动IC的莲勇跟齐邦 这是驱动IC的后端封册 那MLLCC有国具跟华星科 那PVC里面有台硕跟华像 你可以看到明年的EPS 基本上大部分都往上 所以莲勇可以赚两个股本 两个股本 其实今年前三季已经赚十几块了 所以明年这样的话 其实稳定的成长 那齐邦也有6.5块 那国具呢33块比今年好 所以国具 等一下我确认 国具明年赚三个股本以上 不成问题 这个机会还蛮大的 很多法人都这么估 法人都估这基本款 对基本款 真的 那华星科今天进两个股本 那台硕呢 今年状况会好 明年状况会好一些 赚5块3 华夏2块半 这个都是因为价格往上提升 而且我跟您报告 大阪现在的平均本益比 大概是20倍左右 这些呢 明年会续航的本益比 都在20倍以下 有些股价很委屈 本益比上次交过了 股价除以该公司的 每股获利能力 我赚这么多 股价才有这么一丁点 当然就委屈了 来我们主意扫描联永 联永不会最近涨很多 但是今天有收一个十字线 我想沿着五日均线操作 不要追高 拉回再留意 其邦 其邦部分底薪打出来了 有没有 均线就在这边 它需要一根比较大量 这边只要不跌破平台 应该就有机会往上攻 好 平台大概是65块左右 国具 国具的部分 最近有点转强 股价我们看长一点 有坏一条线 这上升轨道 比较跌破的话 它有机会往上攻 算强势的 华兴科 华兴科的部分 也同样短底有出来了 月线比较跌破 应该都偏做操作 明年挑战247呢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OK OK 好 台素 台素的部分 最近开始补涨 很凶 原物料股 我千万不建议大家 去做最高 你可以沿着 这个十字均线 这样操作就好了 中线这样的角度 只要这边不跌破 平台不跌破的话 它未来趋势还是偏多 我问你 因为明天就明年了 所以明年如果 它有拉回来 您所谓的这条十字均线 如果有拉回来 我还可以在约率买一点 来当存股吗 可以啊 存哦 存可以 所以前面呢 这个运气很好 买在六七十块的存股 那就继续爆下去了 可以卖一些 如果再供上去 你可以再卖一些 实现是观察点 万一破的话 你就可以调节一些 实际上拉长一点点 因为很多人 台素当存股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六十五块 或六十六块 恭喜您发大财 赚很大了 现在已经是要快要一百了 快要一百了 现在最高是九十六点七 请问一下 如果十张 我要卖几张呢 这边可以卖掉一半 我舍不得卖四张 可以啊 有六张 可以 但是十字均线 当作一个多块 破了你就调节一下 好 再来滑下 滑下的部分 它就比较委屈 虽然有涨 但是你看 它总是很闷 对不对 所以大平台的整体 需要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 它攻击力要变大 它本一比是偏低的 可是它也是一个上升轨道吗 对 上升轨道 但是它这边整理的时间太久了 它需要一个突破 才有比较大的空间 好 我们股票帮您扫完了 接下来说实在的 因为今天是2020的 最后一天交易日 我没想到 我昨天请个假 因为出任务 今天归队了 有必要大盘剧烈震荡成这样吗 欢迎我回来吗 因为也不知道 大家不安心 所以你看台股 平盘现在正 观众朋友 你看 这是什么 新念图吗 上冲下洗 上冲下洗 剧烈震荡 我告诉你 如果你把那个区间拉大 它更夸张 所以回到我的提问了 请问 今年最后一天 台股剧烈震荡 啥意思呢 下个礼拜一 就是2021 1月4号 台股呢 来公布答案 好了 我想今天会震荡 很简单 有人要结账 谁要结账 有些涨多了 我想要卖一下 实现获利 我要领钱啊 就像你刚教的嘛 对对对 代操的啊 绩效啊 有些要作账 投信基金 我要看的是绩效嘛 我把股票往上拉 作账结账之间 有买跟卖 激烈就增大 还有很重要的 今年涨太多了 我开始要布局明年 换股 换股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在换股 所以我稍微归纳一下 幸好我今天投打这一题 观众朋友你知道光这一行字 读出了好多群怀之音 今天剧烈震荡 来自于换股 所以刚刚建成说得真好 有些题材 2021继续夯 有些题材 2021地季 就会掉下来 才要换嘛 作账的时候 就把它往上做了 结账就把它往下结了 这不叫剧烈震荡吗 终于明白 好你回座位之前 因为其他还要追嘛 对 要给大家就好 明年台股会更好吗 会 会哦 好 一路好四季吗 不可能 这件事情没错 对吧 一年有四季嘛 所以明年台股会更好 但不可能七季好 让你懂得它的言下之意吗 你得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1月4号 台股的三大关盘 重言 待会儿建成 回来继续说 讲到了今年了 今年有没有想过 最红最红的股票是谁呢 公布答案了 今年第四季 六大爆红股 第四季涨幅最大的六大爆红股 然后今年呢 散户小白们 你们爱什么 瑞哈阿姨都知道 散户最爱的就是这六档标地哦 所以世心千问一下 散户爱也罢 六大爆红股也OK 请问这些的最爱 这些的爆红 2021继续给它爆下去吗 还是说预告 当然不是全部都可以爆 我们待会儿又跟大家讲说 这些个股哪些是可以续爆 然后哪些不能续爆 那我们判断准则是什么 待会儿告诉大家 确实 感谢世心 判断准则 当讯号出来 拜托 你再爱都得要卖掉 当讯号没出来 您就爆下去吧 因为会让您赚更多 也许您会问 奇怪了 为什么今年2020台股评创历史新高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美股评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就这么简单推论 2021只要美股评创历史新高 台股再创历史新高万五万六 那就非难事了吗 是这样吗 请看华尔街一面倒的看多 说2021的明年 就是明天过后了 美股不会熊出没 明年的美股熊不会出现了 怎么会这么乐观 听号预告一下 华尔街现在怎么了 他的乐观有理吗 来预告 没什么道理 你仔细想 今年我们学习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就是你无法预测熊是什么时候会出现 所以能够去寻找到一个不管熊市是否出现 你都可以做一个资产长期稳健的规划才特别重要 尤其台股跟美股的联动性又这么高 能不能找到一个不管熊市这个因子在或不在 我们都可以让自己资产增长的方式 待会来分析一下 听号讲得真好 这个你当然可以看多 那你怎么要拿个论据给我吧 所以一面倒的华尔街 您会不会太过乐观了 听号教大家 也许这个图说明了一些的暗示 这个图是我故意帮您做的 过去的泡沫曾经出现什么个影子 现在真的不会有泡沫吗 台股呢 谢谢魁国大哥 上个礼拜四 好家在我有问啊 魁国大哥不讲吗 教会在14500 还有13918 封关前就在这个地方 或者或者或者 我就问他说 那封关前呢 冲过14500 几率大不大 大概几点 他说六成 幸好 对了 那么2021呢 在标准的几率有多大呢 今天我在考问问题了 在2021到底下个礼拜的行情 郭大哥预告 我跟各位讲 2020年最重要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顺势操作 不要去放空 第二件事情 选国际性的股票 开大门走大陆去做 2021年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不要贪心 第二件事情 在这段提醒大家 要学会如何避开回涨的风险 下个阶段回来精彩地告诉你 怎么办 郭哥大哥这么一说 你知道吗 股市操作啊 常常都因为贪 就是因为贪改不了啊 才会常常大家都赢钱 反而我们是输钱的 贪怎么去忌讳他 怎么去秉除他呢 第二个 拉回的风险 他叫我要小心 没人交我怎么会知道 所以呢 郭哥大哥今天就会教大家 2021的两大忌讳 郭大哥还有第二大题咯 也就是呢 我私下问他的了 到底明年2021 云越行情热不热 他说 当然了 明年的运行情会热得不得了 但请小心 个股表现的差异 可是差很大哦 不是每档标的都会涨 到底他的论点是什么 郭大哥的提醒 我们再听仔细了